Losela Finn在10月17日带着第二张迷你专辑回归 不但是5月出道后的首次回归 也是在金嘉兰推出后第一次以无人形式发行新作品 然而回归以来Losela Finn可以说是相当坎坷 先是在还没回归前的10月初 芒内红恩采就确诊了新冠肺炎 而就在回归两天后的19日 成员徐允侦探金采员金船发生车祸 索性只受到轻伤也立即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诊断结果由于轻微肌肉酸痛及撞伤 为了接受紧密治疗便暂停了该周两场音乐节目 毫不容易等来全员再度登台后 又因为离他冤完圣节踩踏事件 演艺圈进入一周的哀悼期 在5日哀悼期结束的前一天4日 公司又发出公告 成员徐允侦确诊新冠有轻微的头痛症状 隔离期间不会参与行程 在隔离结束以前团体将以四人行事活动 公司会尽力帮助允侦恢复健康 这一波优评一波优起 让粉丝都感叹这次的回归真的是太不顺了点 可惜了这次的成绩相当不错 都突破了自身先前的记录 前几天还获得了音乐节目一位 只希望允侦早日康复 接下来直走滑路吧